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Q10维生素 是天然存在的一种昆类物质 在大多需养生物体内与细菌 以及哺乳动物都有 辅媒Q10在氧化态中有三种形式 一 完全还原泛昆形式 二 自由基半反昆中间体 三 完全氧化泛昆形式 其分子中有一个由多个义物二锡单位组成 这是对本昆母和相连的测链 这测链的长度会依据泛昆来源而有所不同 一般有6到10个义物二锡单位 哺乳动物有9个 人体则有10个 其中的Q代表昆基 10表示尾部连接的义物二锡的数量 因此称为辅媒Q10 虽然结构上与维生素K类似 并有相似分子的结构 与相同核心的功能 能够促进体内氧化还原反应 并能够释放与接受电子 且结构也与维生素E直体昆 类似的一种昆类脂溶性物质 因此与维生素A D E K都具有相同的溶解方式 所以需要脂肪的协助 人体才能较容易吸收 辅媒Q10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剂 能够在体内自然的产生 对预备细胞的反应也相当的重要 可协助细胞产生身体成长 与保健所需要的能量 以及减少能量制造过程所产生的损伤 并且也能与维生素E结合提升效果 辅媒Q10能够协助体内制造能量 一般被称为细胞发电厂的线粒体 能产生细胞能量转运体三磷酸线干的位点 辅媒Q10可将三磷酸线干 转换成能利用的形式导入细胞中 成为细胞所需要的能量 并分布到全身性细胞膜之中 维生素则必须从饮食中获得 但辅媒Q10在大多数人体组织中都能够产生 因此并不属于维生素 辅媒Q10生物的合成包含主要步骤有三个 一从本柄氨酸或烙氨酸衍生出 次抢击本酸后合成本昆结构 二通过麦角酸途径 让以锡辅媒A合成出多具异物锡测链 三将本昆结构与多具异物锡测链 结构连结形成辅媒Q10 辅媒Q10是所有进行有氧呼吸的 真核生物之中的一种辅媒 并且也是真核细胞粒线体中的电子传递链 以及有氧呼吸参与物质之一 也是电子传递链之中唯一非蛋白质的物质 人体所需的能量有95%由此产生 所以能量需求较高的器官 都能够发现较多的辅媒Q10 这是一种人体可自行产生的辅媒 也是体内产生能量重要的物质 并且也是绝大部分维生素在人体内的作用 与激发细胞反应的关键 细胞就像是个化学反应包 辅媒Q10与维生素相同 能协助重要的反应 与身体功能的顺利运作 最主要存在线粒体内膜中 由本昆环 以及输水异物二系列的结合而成 测链的长度或因物种而有所不同 辅媒Q10能够携带一个或两个电子 并有三种氧化还原状态 其中分别为泛昆与半昆 以及还原钛泛昆 并且辅媒Q10也是抗氧化剂的一种 能够协助细胞生长与维护 保护细胞并减少自由基的损害 也在新陈代谢之中有重要的作用 在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与需要能量的地方都含有辅媒Q10 并且集中在立腺体膜与重要器官内 如心脏 肺部 肝脏 肾脏 肾脏 皮脏 与胰脏 以及肾上腺等 在这些器官之中 作为能量传递分子等作用 辅媒Q10最主要的生化功能 是作为电子传递链中的辅媒 并在合成三磷酸腺肝的过程之中 一系列的氧化还原反应中发挥作用 大部分的细胞功能需依赖三磷酸腺肝脏 这对于绝大部分人体组织 与器官的健康相当的重要 辅媒Q10广泛分布在体内 相对也表示益处也相当的广泛 辅媒Q10在人体有还原形式泛昆醇 与氧化形式泛昆酮这两种不同的形式 在体内能自由转换 写意中含有的辅媒Q10 其中还原形式的泛昆醇占了90% 在一项研究中 比较了这两种形式 在泛昆醇连续使用四周后 血浆含有的量提升了4.77倍 泛昆酮则提高了2.77倍 显示出泛昆醇生物的利用率较高 在提升体内辅媒Q10的循环水平 这两种形式都能有所帮助 辅媒Q10与维生素并不相同 维生素是必须经由饮食或补充品摄取 体内并无法制造 而辅媒Q10在大多数健康人的体内 能够自然制造相当足够的量 因此并非是完全必要的物质 当年龄约在20岁时 随着时间的增加 体内能够产生的量会逐渐的减少 并且也会因为生活中压力大 与饮食习惯不佳等问题 使得体内产生的量衰减 但是人体对辅媒Q10的需求 一辈子都不会降低 当辅媒Q10衰减后 氧化压力 以及氧化损伤就会更为常见 所以辅媒Q10 是属于条件性的必要营养素 因此当衰减的情形发生时 建议可从饮食或补充品摄取 维持体内辅媒Q10的水平 以及自由基与抗氧化剂适当的平衡 体内部分辅媒Q10在没有协助产生能量时 会穿梭体内各种膜之中 提供抗氧化等保护 并与其他抗氧化剂相同的方式 在体内发挥抗氧化的作用 辅媒Q10能够接受与释放电子 以及自由基 并平衡不同过程的高活性副产物 自由基是非常不稳定的基数电子 当抗氧化剂不足时 自由基会无法结合成为偶数的电子 容易会使得活性分子累积起来 进而增加氧化压力 一旦累积起来后 会开始与细胞内其他的分子 与结构产生反应 时间一长 氧化压力会使得细胞与DNA 蛋白质 以及脂质等受到损害 因此当年龄在30岁后 以及其他容易缺乏的情形下 就需要特别留意腐霉Q10的补充 以维持身体的健康与生理机能 腐霉Q10的缺乏 腐霉Q10是一种分布在全身 具有多种重要功能的化合物 并可与抗氧化剂作用 也能够参与能量的产生 腐霉Q10在维持身体健康 以及日常身体运作时 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人体需要能量较高的部位 所需腐霉Q10也会较多 虽然人体可以自行合成腐霉Q10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能产生的量也就会越少 在一项临床研就显示 当80岁时 体内合成腐霉Q10的能力 只剩下20岁时的50% 平时的工作压力与生活习惯失调 以及饮食不均衡等因素 也容易会造成 体内腐霉Q10的含量逐渐减少 进而可能引起呼吸链功能上的阻碍 因为腐霉Q10的减少 导致的高能化合物供应不足 进而降低了细胞的效率 此时就会容易感受到 越来越缺乏活力 尽管腐霉Q10能够在体内自然合成 但也有许多其他因素 可能会导致腐霉Q10的水平降低 其中可能造成腐霉Q10水平降低的因素 包括 1.腐霉Q10合成与利用上的遗传缺陷 2.疾病导致组织对腐霉Q10需求的增加 3.老化引起的氧化压力 4.它听类药物的副作用 5.心脏病 营养缺乏与基因突变 以及氧化压力 6.生活习惯不佳 7.癌症 糖尿病 与帕金森氏症 以及心脏问题 8.特定药物 9.年龄的增长 有研究指出 帕金森氏症患者 缺乏腐霉Q10的几率 会比正常人高 约4到5倍 并且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自然合成腐霉Q10的能力 也会逐渐减少 因此 年长者的腐霉Q10水平 通常也会较低 此外 一些疾病 与特定状况的人 也可能会出现较低水平的情形 并且目前也还并不清楚 是因为疾病的原因 引起腐霉Q10的缺乏 还是腐霉Q10的缺乏 加速了疾病的发展 以及人体的老化 因此 导致罹患疾病的几率增加 当自由基 与抗氧化物 无法达到平衡时 可能会干扰正常细胞的功能 引起许多健康上的问题 腐霉Q10水平下降或缺乏时 身体细胞 也容易会无法产生所需的能量 因此可能会导致 1. 疲劳与疲倦 缺乏腐霉Q10 可能会让身体感到疲惫 与精力不足 以及容易疲倦 2. 呼吸不顺 缺乏腐霉Q10时 会增加氧化压力的情况 当有氧化压力的情形下 可能会引起凶问 与气短感 3. 免疫系统下降 腐霉Q10的不足 可能会使免疫系统功能减弱 进而增加疾病的风险 4. 大脑供养不足 腐霉Q10缺乏 可能会造成能量的不足 导致大脑供养缺乏 进而影响认知 与思考能力 5. 加速老化 在氧化压力的情形下 可能会促使细胞老化 与加速身体老化的过程 6. 代谢问题 腐霉Q10缺乏 会造成能量代谢的下降 因此 可能造成脂肪堆积 导致代谢性肥胖 7. 记忆力下降 与神经退化 腐霉Q10不足 可能会影响记忆力 并且会增加神经退化疾病的风险 8. 癌症风险 当氧化压力的增加时 可能会提高罹患癌症的风险 9. 肌肉病变 与疼痛 腐霉Q10不足时 可能影响肌肉的健康 因此 导致肌肉的病变 以及疼痛 当腐霉Q10严重缺乏时 可能会引起脑脊髓病 和较为严重的婴儿多系统疾病 与小脑供给失调 及孤立性肌肉病变 以及生长迟缓的童年期 脑脊髓病变等 饮食之中的 鱼类 肉类 以及坚果等 食物中含有腐霉Q10 在食用后 通常都不足以在身体内 大幅增加腐霉Q10的水平 因此 对于腐霉Q10水平下降 及较低的人来说 使用腐霉Q10补充剂摄取 可能是减轻疲劳感 与改善 健康状态较好的方式 并能够增加组织中 营养物质的水平 也可减缓腐霉Q10 缺乏症的症状 尤其是对于 威胁生命的婴儿脑病变等情况下 能够增加额外的保护能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能够产生腐霉Q10的量 也会减少 因此 年长者也较容易有缺乏的情形 此外 腐霉Q10的产生速率 有明显下降时 也可能会与一些年龄相关性的疾病 有所关联 并且在患有心理衰竭 癌症 与二型糖尿病 以及服用他听类药物的人 腐霉Q10的水平 也可能会较低 在用于降低血液中 胆固醇水平时的用药 这些药物 容易会干扰麦角酸的产生 并也已被证实 会显著降低血液 与肌肉组织之中 腐霉Q10的水平 并且随着腐霉Q10水平的下降 这类药物的副作用 也会提高 此时 服用腐霉Q10补充剂后 可能会有所益处 但对于水平足够的人来说 补充与摄取之后 并不太可能会增加额外的能量 原发性腐霉Q10缺乏症 是因为 腐霉Q10生物合成途径 相关基因的突变 引起的遗传性疾病 这种疾病 会具有基因的抑制性 因此 唯一种罕见的疾病 目前 此基因突变相关的病例 已识别出至少有9种 原发性腐霉Q10的缺乏症 会表现出多样性的临床症状 其中 包括 严重的 婴儿多系统疾病 脑白质病 肾综合症 供给失调 小脑运动失调 与 孤立性肌无力 以及 生长迟缓的立综合症等 这些症状显示出 此疾病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当早期 患有原发性腐霉Q10缺乏症时 在补充较高剂量腐霉Q10后 有可能会改善病理表现 但其效果 也会因为腐霉Q10 生物合成途径的突变类型 而会有所影响 在腐霉Q10敏感性缺陷中 早期使用药理剂量的腐霉Q10 进行改善 是限制 不可逆性器官损害的关键 然而 在具有遗传性 次要腐霉Q10缺乏的患者中 腐霉Q10补充的效果 目前也还并不清楚 严重的人类腐霉Q10缺乏症 一般通常是 由于常染色体隐性突变 立腺体疾病 与老化相关的氧化压力 以及癌症过程 与他听为药物治疗而引起 并且 许多神经退化性疾病 糖尿病 癌症 与共济失调 以及脑肌病变等 都与低腐霉Q10水平有关 并也同时 和多重心血管疾病相关 腐霉Q10缺乏症 也分为原发性 与剂发性缺乏这两种 虽然口服方式补充腐霉Q10 已被证实 对一些原发性腐霉Q10缺乏症 患者的肌肉症状会有所改善 但其作用仍存在限制 需要更多盐就确定其效果 并有一项研就指出 特定腺立体疾病中 较容易有 激发性腐霉Q10缺乏症的情形 并在非力腺体疾病中 也是别出 刺激腐霉Q10缺乏症 然而 补充腐霉Q10的效果有限 并也仅限于协助 缺陷腺立体呼吸链中的电子传递 与增加抗氧化防御的能力 因此 患有刺激腐霉Q10缺乏症 可能对腐霉Q10补充后的效果 并无法有所感受 在此 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